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联修的经文是 耶利米埃哥第二章 主题是 是谁毁灭了耶路撒冷 耶利米埃哥是圣经中 最哀伤的一卷书 写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以后 一共五章的经文 充满安态 哭泣呼号 这不但是人的哀歌 耶路撒冷的哀歌 更是神的哀歌 第一章 作者从经历者的角度 描述了耶路撒冷的毁灭和荒凉 而第二章 是更加的哀伤 描述了神发烈怒 作者认为是神毁灭了耶路撒冷 耶利米埃哥二章一到二节 主合进发怒 使黑云遮蔽西安城 他将以色列的华眉 从天扔在地上 他发怒的日子 并不自念自己的脚凳 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 并不顾惜 他发怒 轻浮犹大明的宝藏 使这宝藏塌倒在地 他掳墨这国和其中的首领 西安就是耶路撒冷 神曾经称耶路撒冷是他的脚凳 他的居所 是有他同在的地方 有天上的荣耀和华美 但如今 却把他扔在地上 并不顾惜 这里表达的是在痛苦绝望中的人的感觉 又好像是从心底发出的控诉 里面有很多的不理解 不明白和愤怒 因为是在极深的黑暗之中 这是耶路撒冷避毁后 以色列人的心情 他们自知有罪 但他们责问神 说需要使他们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这第二章是离合体的格式 也就是说每一节 是按希伯来22个字母的次序开始 每一节更加的强烈 三大五节 他发烈怒 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 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 他向火焰四围吞灭 将雅各烧毁 他张公好像仇敌 他站着举起右手 如从敌人 将悦然眼目地尽情杀戮 在喜爱百姓的帐篷上 倒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 主如仇敌 吞灭以色列和喜爱的一切宫殿 拆毁百姓的宝藏 在犹大名中 加征悲伤哭嚎 脚是指强大的能力和权势 神的右手 是指神的保护 也指神的能力 哇 伊利米在这里竟然说 主如仇敌 吞灭以色列和喜爱 在接下来的六到十节 伊利米继续描述神将烈怒 倾倒在耶路撒冷 以至圣殿和整个城被毁 八到九节 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 他拉了准神 不将手收毁 定要毁灭 他是外国和城墙都悲哀 一同衰败 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 主将他的门山毁坏 折断 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 他的先知 不得见耶和华的意向 拉的准神 是说神的审判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是公义的审判 这里讲到神 定义要拆毁 果真是如此吗 记不记得伊利米书 十八章七到八节 我何时论到一帮或一国说 要拔出 拆毁 毁坏 我所说的那一帮 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于他们 其实 神巴布的百姓转离恶行 他就不降灾祸了 我们刚刚学过伊利米书 在那里 先知伊利米几十年 一直不断地警告 犹大君王和百姓 远离拜偶像的罪 回转归向神 否则将被毁灭 他甚至预言过 犹大人将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然而 当事情按他的预言发生了 他不是高兴 而是哀伤到不行 十一节 我眼中流泪 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扰乱 肝胆涂地 都因我重名遭毁灭 又因孩童和吃奶的 在城内街上发昏 先知看到 耶路撒冷的毁灭 看到百姓遭殃 是如此的心痛 我相信神的心 更是如此 以色列是他的孩子 神一再地呼唤 他的孩子转回 但孩子不停 如今 他不得不管叫他的孩子 让孩子暂时受苦 这位父母 你有没有责罚过你的孩子 然后自己偷偷地难过 哭泣的经历呢 十四节 你的先知 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意向 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 使你被虏的归毁 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 和使你比赶出本境的缘故 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有很多假先知 他们所讲的都是投其所好 并没有显露罪孽 以致百姓被赶出本境 落到必毁灭的地步 求主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看见真理 看见神 看见自己的罪孽和问题 接下来 耶利米呼吁耶路撒冷的百姓 起来祷告 十八到十九节 西安明的心 哀求主 西安的城墙 愿你流泪如河 昼夜不息 愿你眼中的同仁 流泪不止 夜间 每逢交根的时候 要起来呼喊 在主面前清新如水 你的孩童 在各四口上受恶发昏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 向主举手祷告 耶利米知道 走出黯淡现实的 唯一方法就是悔改祷告 所以他敦促百姓 献上祷告 他强有力地劝勉他们 当流泪认罪祷告 不住地祷告 夜间祷告 清新祷告 越是在苦难之中 圣徒就越需要不住地祷告 因为神虽然会惩罚自己的百姓 但必会重新吃恩典 不会长久 因而不听圣徒痛悔地祷告 出于心灵深处的祷告 必能够使神速速地施行拯救 这里讲到你的孩童 在各四口上受恶发昏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 向主举手祷告 现今的时代 也许没有身体上的受恶发昏 但有比身体上的受恶发昏 更坏的情况 这就是情感和灵性上的受恶发昏 当今世界 许多的年轻人找不到人生方向和意义 许多的年轻人离开教会 离开神 许多年轻人迷失在游戏或者毒品当中 许多年轻人患上了犹豫症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起来 为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年轻人举手祷告 流泪祷告 好让他们转回蒙神的拯救和带领 在第二十到二十二节 作者更向神呐喊 以色列不是神你的孩子吗 你且可如此杀害自己的儿子呢 祭司先知不是神卷选的吗 怎么被杀死在他们司方的圣殿 你不爱我们了吗 你不保护我们吗 然而 神并没有直接地回应 这样子的责问和呼喊 出于痛苦 作者发出这些非常强烈的责问 但作者不可能不知道 是百姓离弃了神 而不是神离弃了百姓 神顾惜他的百姓 给了他们一千多年的时间 又拆拍了许多限制 但他们没有悔改 反而执意犯罪 你不可能不要神 远离神 然后要神来保护你 在今天这个时代 类似的对神的质问 也持有耳闻 每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 总有许多人来责问神 你不是全男的吗 你不是慈爱的吗 你为什么迎娶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们呢 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 人们要神来负责 来保护 但他们忘了 他们不是早早地将神赶出了学校 赶出了公共场所和自己的生命中吗 他们不是要自己做主 叫神离开吗 神是至高无上的 不可能听人呼来唤去 当人选择犯罪 选择远离神的时候 圣洁的神真的会离开 当人犯罪 最严重的一个状态 不是神的管教 而是神自己离开 当神离开的时候 神的荣耀和保护也就没有了 所以 到底是谁毁了圣殿 毁了耶路撒冷呢 外人看到的是强暴的巴比伦 天知耶利米的认识要更进一步 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 所以他很痛苦 所以他责问神 但真正毁灭圣殿和耶路撒冷的 是神百姓的罪 因着百姓的鱼丸 执意犯罪 神离开了 神的保护也就没有了 若是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就有盼望 就有机会 就有办法 办法就是认罪悔改 重新得到神的统战 恩典慈爱的神 一直在等着 本章教导我们 不可定睛于现实中的悲剧性结局 乃是在转向神 倚靠神 除掉导致审判的根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是圣洁公义的神 帮助我们警醒 帮助我们对罪敏感 谢谢你因爱管教我们 帮助我们在被管教时 认罪悔改 重新归向你 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都需要你的同在 需要你的保守 需要你的引领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